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够来到现场聆听连生法王所做的开示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连生法王当天所做的宝贵开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台东 法上堂 堂主跟夫人 大家好 今天 昨天我们就到了台东 就是东部 两个大臣 一个是台东 明天会去花蕾 我跟东部 有一点阴影 台东 我是比较不俗 当初的时候 我读书的时候 那是我学生的时代 每一次我高中的时候 寒暑假 都到花园去工作 赚这个协会 讨生活赚协会 有一个因缘 就是我的姨父 然后阿姨的先生 叫姨父 他在花园电异工师当业务课长 姓师叫 施英卿 那我的表妹就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施星会 也是演艺人员 那么每一次要到花园 家住高雄 要经过 坐这个南回公路 公路级的车子 到了台东 然后从这换车 换这个铁路局的 那整个就 七分的车 七分车比较小的铁轨 从台东到花园 那么我在花园 电异公司的这个 修理工厂 有做过三次 电表检验站 做过一次 就是在花园工作 那么那时候经过台东 他每一次到台东 我就知道这里是台东 但是没有进到市区 很快就转车到花园 这是我台东的这个音乐 感觉上想起来 好像就是一幕一幕 过去的 已经都是过去的 一幕一幕的戏一样 那大家晓得 师尊曾经这个考试 在初中的时候 留几两次 留几一般人留几 只有留几一次 否则留几两次 那两次就不能再读 结果就转学到三中 去读那个职业训练班 叫做职训班 那个时候叫做职训班 那考试经常都是不及格 不及格的两颗 一颗就是英文 英语 一颗就是数学 这两颗都是最重要 每一次这两颗都是不及格的 那也是过去的 到高中的时候啊 到高工的时候 我就读书就变成第一名 从最后一名又变第一名 好像在演技一样 也演留几的死 也演第一名的死 人生是很奇妙的 以前我考试不及格 讲一个比较特别的 有一个老师啊 问五个学生 他们这五个学生 考试都是零分 他问假的考生啊 他说你为什么要考零分 那个假的考生啊 就是假 因为前面那一位啊 个子很高 个子很高 他没有办法看过去 所以他就考零分 那么又问乙的考生啊 他说你为什么考试考零分 他想说 我戴错了眼镜 本来我是近视眼 戴成眼视眼 所以看不到这个考件 所以他考零分 在问丙的考生 你为什么考零分 他说隔壁的那一位啊 字写的跟蚂蚁差不多 写的跟蚂蚁差不多 写的跟蚂蚁差不多 他都没有办法看到 他说没有办法看到 所以他考零分 再问这个丁的考生 你为什么考零分 他说我脖子扭到 脖子扭到为什么会考零分呢 他根本没办法转来转 所以他就只好考零分 又问中间啊 又问那个甲乙丙丁悟 又问悟的考生 你为什么考零分 他说 因为我坐在这四个人的中间 各位观众 联商法王卢盛宴 拥有十轮金刚的伟大传承 因祖师土登巴尔吉上师祖父 在世界五大洲 弘扬十轮金刚大法 2016年元月2日 台湾雷葬寺将 恭请联升法王亲自主团 十轮金刚护魔大法会 并有十轮金刚多项不共法的灌顶 请您把握此生法源 前往报名参加 详情请点 049 2312 992 世界上有太多的预言 有的奇准 有的胡扯 而密教有没有预言 根据记载 每个祖师都有不可思议 超越时空的看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研究 卢盛宴文集 魏谱先知 师尊以前为什么英文老是不及格 我在台湾的一段次讲过 因为我很爱国 我很爱国 我说 我又不是要去国外 去留学 那我也不会移民到国外 我为什么要读英文呢 那我是台湾人啊 那我会讲国外 我会讲国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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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会讲文语啊 那我是文语啊 那我是文语啊 这样讲文语? 我为什么要读英文 这一种方语我是不读的 所以英文始终都不及格 因为是太爱国了 关心 这个人生都是戏 想一想 等等 最后一名 也会变成第一名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 我本来是在成绩很好的那一篇 知幽班读书 大家成绩都很好 所以我当然是最后一名 然后留级生 全部转写到山中 全部都是留级 成绩都是很差 比我还差 结果我就拿到第一名 这个到最差的那一番 我就表现得非常优异 因为我可以拿到第一名 那我就真的很认真读 结果每一次都是第一名 所以我在环境好的地方很难生存 环境叶差的地方反而可以有用武之地 这个人生就是一种可以讲就是一种命运 一种命运 那时候啊 我成绩很好 那么寒淑甲 我到花园 以后 我学会了这个风水以后 还到过大五看地 台湖啊 台湖啊 台东 其实台东的地力也不错 台湯还得利满这样子 也是很漂亮的 我稍微绕了一下 我再看了一下还是很好 这个地 是我刚刚开始学 学道的时候啊 有学风水 地 还有学这个神算 这个都是过去的 然后后来呢 这个人生也是很奇妙的 那既然我高中毕业以后 没有考大学 因为家里很穷 所以不能够考大学 进到这个 就考京校 就考起 就进到这个经校 那后来 学会了这个 风水 地 神算 又学道 学佛 您学了佛 学了道 学了佛 今天呢 才能够坐在这里 跟大家这个谈佛法 这也是一种因缘 不学佛 不学道 我一辈子可能就是在做测量 一辈子都在做测量 您学道 学佛 学了四十年 学了四十年 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佛法的这个地义 法的地义 佛法的地义 那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讲 其实我本人不是很聪明 不是很聪明 就是机缘臭巧 这个学佛 这个学佛学了那么久 才能够开悟 不像有人啊 一下子他就能够开悟 那师尊开悟啊 也是经过很多的摸索 所谓的开悟 见性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力量 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功 那么也经过四十年的力量 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地义 我讲过这个地义是不患 不可能把这个地义啊 给他拉下来 拉下来 不可能 这叫不患 你们想到有什么东西不患 你们要参这个有什么东西是不患 不患 不会患 他永远存在 而且永远不会患 第二个 你要参这个东西啊 佛法的第一意啊 是不动的 什么叫不动 也就是根本没有分别 平等的 没有分别的 他不会去分别好的 分别坏的 分别对的 分别错的 分别白的 分别黑的 这个叫做 不动的 不动的 法会 台湾雷藏寺相关法务活动讯息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时间火的飞快 马上又要准备过年了 猴年的安太岁和点光明灯 台湾雷藏寺已经准备好服务您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生肖属猴 猴 蛇 猪的朋友 更要多多留意雷藏寺的活动哦 祝您猴年行大运 佛光顾照 另外第一意啊 还有是不易 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取代它的 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取代它的 这叫不易 如果有两样东西很像的 那就不是第一意 那释迦牟尼佛悟出来了 不坏 不易 也不动 这个才是佛性 他是悟出来的 那师尊也是悟出来 那师尊很笨 悟了很久 才终于知道的 唯一的实相 那么在这个银海堂我也讲过 这是不能够讲 因为释迦牟尼佛 他没有讲 师尊也是一样不能讲 因为讲出来 信到这个阶段的人 他会信 不到这个阶段的人 他根本不信 就会产生毁谤 如果能悟到这一个境界 我就讲了 就算是总统 也不是神 就算是五燕业的 能够悟到那个境界 他也知道 也不是神 那师尊本人是很笨的 要得到这个五燕 非常的辛苦 也不是 我们世间的人 能够知道 世间的人 绝对很少能够了解到 什么叫做开悟民心 什么叫见证佛心 是不会了解的 我讲了 就算最高的佛佛 也不一定能够了解 我也讲了 就算是四大名山 佛教的四大名山 他们的头头 也不一定了解 他们的头头 那师尊很笨 既然能够了解 这个也是经过很长久时间的摸索 那谈到笨了 有一个这个旧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 我昨天也谈到 这个又不能讲 有一个房子啊 有一个房子师父 我不能讲了 但是我讲的是别的房子师父 有一个房子师父 他就说 他的父母啊都跑出来 跑出来 有一个儿子呢 还没有跑出来 他的母亲就喊他 你要赶快出来啊 佛已经师父 房子已经师父了 你还在里面做什么 他儿子在里面呢 就讲说我在穿袜子 我要穿袜子啊 要穿鞋子啊 我才能够出来 这个他母亲就喊 师父啦 佛都烧得那么厉害了 你这个袜子也不要穿啊 鞋子也不要穿啊 什么东西都不要了 赶快跑出来 他儿子说 他儿子说 好好好 隔了一阵子 佛已经烧得很旺了 都烧到儿子的房间 他母亲急了 你怎么还不出来呢 这个儿子怎么还不出来 他儿子在里面喊 我再脱袜子 还要脱鞋子 我讲这个笑话的意思说 我就是这么笨 师父本身也不聪明 真的很笨 所以将来你们啊 都会悟透 都会悟 都能够悟透 已经讲了佛法 在三转法律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他刚刚出转法律 就讲人生是苦 就讲人生是苦 是空 是空 是无常 苦 空 无常 那么无我 就讲这四个要点 初转法 人生是苦 人生是苦 直接讲啊 人生如同佛展 佛啊 这个佛在烧房子一样啊 你要赶快出离啊 要离开 这个世界 邪伯的人啊 在西藏 他们有两个墓地 为什么他们那么虔诚的邪伯 第一个 他们生活很苦 在西藏的地方很苦 他们想要到更好的境界去 所以他们邪伯 每个都很认真啊 做这个大礼拜 五体投地的大礼拜 每一个人都拿着锁转经 在念欧妈的伯弥奉 希望能够生到更好的地方 在藏地呢 还有一点 比较聪明的人啊 他想要说 他要到净土 要寄生成佛 要马上能够修行 能够成佛 因为成佛才能够自在 那么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啊 像我们这边 有些生活比较好的 或者是 在美国生活比较好的 环境比较好的 他就没有这种想法 说要生 要再到更好的地方去 像天堂啊 有些人他说 当人就很好了 生活很好 他没有想到要信仰宗教 要到更好的地方去 树 代表我的心